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真正聪明的人早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 有人说人到中年才明白最高级的活法 就这么一个字 静 而纵观身边那些活得风生水起的人 莫不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 许来说潜水是喧哗的 深水是沉默的 格局高的人早就拥有一张金口 一颗静心 一厉害的人不言喜不语悲 知乎上有个问题 有什么简洁的人生道理让你受用一生 高赞回答说不言喜不语悲 的确得意时别忘形 失意时不失言 有两种话是千万不能与外人道的 大的喜欢不说 小的悲伤不说 马丁曾说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曾咬着咬度过一段 没人帮忙 没人支持 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 过去了 这就是你的成人礼 过不去 求饶了 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不如意识长八九 可与人言五二三 人的悲欢从来不相通 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 蔡根坦说 成巧于桌用慧而明 欲清于拙以躯为生 生而为人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也有个人的灰色和皎洁 你的喜欢可能是他人的心魔他人的地狱 是要常住才是格局 是要沉住方为本事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皮根玛丽翁效应 人心中怎么想怎么相信就会怎样成就 反之如果你相信事情不断地受到阻力 这些阻力就会产生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好一件事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在自我设限罢了 你的人生有十分 与外人倒不过十之一二 那你就留住了那剩下八九分的福气 二 厉害的人少晒多做 文尼多先生说 人家是说了再做 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 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的确 有些人夸夸其谈 却毫无实质行动 有些人在朋友圈晒各种高大上的日常 可他们的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心智越成熟的人 越少晒生活 朋友圈里在火热朝天 也换不来真正升职于内心的自我认同 其实那些厉害的人 早已推出了你的朋友圈 他们选择为自己而活 活出最好的样子给自己看 他们选择默默地变优秀 孔子说 君子以形言 小人以蛇言 喊破嗓子信不过 做出样子掌声来 雷声大 雨点小的人 往往难成大气 只有行动才是成功的基石 你的人生 不是看你晒了多少 而是看你做了多少 三 厉害的人 深根自己 调成经营模式的手机 让我们能不被外界打扰 调成经营模式的人生 让我们专注于提升自己 想成大事 没有捷径 专注于某一领域 持续深根 终身学习 最终才会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专注力 正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 唯有专注 才能有所成就 太多人的时间 被那些所谓的人脉 社交给占据了 殊不知 人脉的本质是等价交换 你是怎样的人 就会吸引怎样的人 与其经营人脉 不如经营自己 真正优秀的人 选择深根自己 你不去找圈子 圈子也会找到你 将我们的人生 也调成经营模式 停下脚步与自己对话 专注于走好自己的路 鲁女八义提到 成事不说 碎事不见 既往不救 往事不可追 发生过的事 不论好坏 都不必再提起 介怀 人要活在当下 放眼未来 从容豁达地向前看 方可不被事事 打扰 余生 让我们把人生调成静音 修一身静气 君子乐于人而泯于行 静心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是内心的充实与从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